在体验中不能说话 却把各种形状 颜色 数量不同的树叶和花朵 开成美丽的图腾 这群妈妈是如何做到 我们就在合作当中 去找到这个默契 然后又不会去违反了我们的规则 其实大家蛮尊重对方的 然后就完成了一个图案 以浅显易懂的分享 带出校园妈妈的制度与规范 马列加茨季举办校园妈妈培训课 吸引12间小学 120位妈妈参与 原本看似严格的制度 在妈妈眼中已成为一种良好习惯 自我约束 管理自己 就可以更快地把事情完成 刚开始其实听到很怕 因为我们从字面上来讲 就觉得制度就是规则 规范 可是进到慈基这个大团体 其实自然而然的就吸收了 不需要去强迫你去念 你去读 去背 去考试 不需要 以界为制度 以爱为管理 团队之间更有默契 大业新闻 李佳佳 池秋庆 马来西亚 马列加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